國企系的,所以我覺得我的Present的風格會比較有點傷管 真的有點對不起 所以說怎麼要說很傷管呢? 就是我等一下就好有什麼 先告訴大家Content 然後什麼我照片還是穿西裝的 好,但是 但是我剛才因為大家有自我介紹過的 所以前面那些東西我就不會講太多了 但是就是 我會先告訴大家 你看,就是這種還要告訴你大班的話 就會很商業 好,第一個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我怎麼會走上創業這條路 然後第二個是 那大部分人聽到學生創業都會覺得 哇,你超屌的耶,好像很帥 那到底學生創業這件事是很愚蠢的 還是他是很聰明的 我會用一個說實話的狀況 就是等一下如果你被打擊的話就不要哭這樣 就是真的我們也曾經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這次到底是很聰明還是很愚蠢的 然後最後一個是 如果聽完了這些東西 或是你原本就懷抱了某一些想要改變世界的理想等等的 你也想要成為一個創業的人 那我會給你一些我覺得 我心裡能夠告訴你的話跟總顧這樣子 好,那第一個就是我怎麼會走上這條路 但是呢,我要講怎麼會走到這條路的時候 我要先告訴你我走在什麼路上 所以說我會大概介紹一下我們在做什麼 小龍飯盒呢,原本是一個來自Netimpact的專案 然後呢,他在2015年的時候是Netimpact的專案 然後他原本是為了非營利的性質 希望幫助推廣台灣的一些油氣農業等等的 好,那之前的非營利的性質我就不講了 現在他主要是想要做到兩件事 第一塊是友善,第二塊是均衡 友善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的說,小龍飯盒現在想要解決的是台灣90%以上的農地的問題 就是台灣現在不管是任何農民 他用任何保護環境、土地的方式在耕作 他最後種出來的作物也是一樣 用一樣的價格進入批發市場 然後進到你身邊會看到的全年家子等等 你想像你去看到每一包蔬菜 他裡面能夠感覺到 讓你感覺到不同了,只有他的菜質不同 另外就是他長得漂亮 那他到底有沒有背後 那個農民有沒有愛護這個土地 這不重要 這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價格一樣 所以說呢 我們跟專業的農地團隊合作 他們希望用科學化的方式 可以影響那些農民 請他們用科學化的方式耕作 然後我們再用更好的價格跟他們收購 那這些農業聽起來很抽象 我可以很簡單的跟大家舉個例子 現在呢,大部分人就是 我先說農藥不是不好的 我們不推廣有機農業 因為農藥為什麼會確認在世界 代表它一定有它的意義 但是你要合理用藥 怎麼樣合理用藥呢? 台灣的農藥使用量是全世界的26倍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是因為基本上一般的農民 就是假設現在下雨了 下大雨了 病蟲害冒出來了 大家就 哦,病蟲害冒出來了 我就開始噴農藥 那今天噴不死 我沒有,再多噴一點 這件事是錯的嘛 但是到底都是這樣做啊 事實上,那我們 跟我們合作的農地團隊他們怎麼做呢? 是當你一下大雨 我們就會告訴農民說 噢,你應該先要做沙沙沙沙沙沙沙 這些科學化的方式 你就可以抑制病蟲害就冒出來 在你噴農藥之前 你就先用預先式的管理 預先式的治療 讓農地根本不會長出病蟲害 你就可以少用一些農藥 這是科學化的方式 就是我們想要友善的部分 下的部分就是均衡 我發現事實上 95%以上的 不管是都市人 或是代考生 基本上都不會有均衡的飲食 然後有50%以上的代考生 在我們做問卷 跟我們承認說 他們一天吃不到1.5分以上的蔬菜 那基本上一天的人要吃3到4分 所以大家就是直接承認 所以說我們想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跟營養師團隊合作 希望可以帶給他們跟大家 大家更均衡的飲食 然後又是好吃的飲食 所以這是小麥飯盒在做的 好 那我走上這條路是為什麼會發生呢 事實上一開始是偶然的啦 是因為是有夥伴拉我一起進去 因為我一開始是在推廣機制教育這樣子 但是呢 為什麼我會 我主要是有三個點 為什麼我會走上創業 第一個是個性時代 然後 個性時代是 第一個人定勝天是在講說 為什麼我會 選擇到創業 就是 我就是一個比較 這樣子會跟上來 就是 我一個比較自負的人 就是我相信如果 我這件事是社會上值得改變的事情 我覺得我去努力做一定可以產生影響力 就是 每個人跟角色不一樣 每個人跟個性也不一樣 但是我只是說我自己的個性這樣 我會認為說 我在生活上看到很多明明就需要改變的事情 我相信我只要去投入 而且付出努力 我相信你一定要改變 你可以改變的東西 所以我決定選擇的創業 第二個東西是我會想要追求正向影響力 就是雖然我念商館學系 但是我對於什麼 進入單純的什麼外商品買賣 單純的進出和代理等等的那些商業行為 我並不一定這麼有興趣 我認為商業的力量是厲害的 可是我認為我希望透過商業是有正向影響力 就像是我剛才一開始的 一開始的 就是我希望我在追求人生目標 我可以照顧到身邊的人 所以我還會願意加入 小模範盒這樣的團隊 因為他可以改變台灣的一些事情 所以第一個點是因為我 影響我想的創業 第二個點是讓我想要做小模範盒 接下來就是家裡的背景 就是我家裡本來也是從商的 所以說我從小就是對商業這些事情有如沐染 所以也是有點影響 然後再來是情相差距 因為我是前面剛才做就才有講到 我是一個來自鄉下的小孩 所以我認為說 是讓很多東西我只要能夠 就是如果我是一個來自鄉下的小孩 我現在到了都市生活 我是一個好命的人 能夠有一些資源 我應該也要去改變台灣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小模範盒的確 可以改變台灣農業上的一些事情 而且就是一般的知識分子都不重視的 完全不會有知識分子重視農業這個東西 那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改變一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去做 那當然就是前面是原因 那當然是因為我曾經辦過很多活動 當過康主社的人 辦過很多的 不管是營隊活動 然後我也當過很多活動職業 甚至是技術教育等等的總招 讓我有很多能力 那這邊想告訴大家的是 不管你任何人現在都已經在大學 或是曾經在大學裡 當什麼系學會 大家覺得都在玩樂 我跟你講那絕對會在你未來的人生 產生任何一點點的影響 不管是大不管是小 有可能是人脈 也有可能是你就是領導的能力 你可能就是說我只是領導的同學 就是沒有什麼用 但是 某方面來講 你在學生裡面反而更需要領導力 原因是因為 學生之間是沒有利益衝突的 不衝突 利益關係的 所以說 憑什麼他要成你的 憑什麼我要犧牲我下課之後 可以去玩的時間 來做這個社團 完全沒有理由啊 除了對這份社團的愛 問題就是你要身為一個領導者 你可以告訴他 你們的理想 你們想有影響的事情 所以某方面 我覺得在學生的社團裡面 的領導力 也是很有培養力的 好 前面大概講了 為什麼我會經過創業這件事 創業這件事 我們現在大概做了九個月了 然後也相信有做出一些成績 我們有進入 AdWords 然後 AdWords 就是 它是東南亞最大的創業加速器 然後希望可以讓創業可以更加迅速這樣子 我們有入選團隊 但是 好 現在大家都會覺得 聽起來好像滿足的很不錯 四個學校吃得到 一天有兩三百份 但是 實際上裡面有很多很愚蠢的事情 第一個 我先告訴大家 我先告訴大家 八塊的消息 基本上學生創業有三件事 超級愚蠢 第一個是你根本沒有能力 什麼叫沒有能力呢 我說的是相對值 相對於任何其他 可能你35歲 你已經有一些小小的成就 小小的能力了 小小的職位在出來創業 我們大學生說白了 你我都知道 我們在學校學的東西 在實作上 能夠運用的比例 是超級少的 我最喜歡舉的例子就是 我是個上學系的時候 我會做很多報告 說白了 如果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做了什麼消息者行為的研究 我事實上得到的 insight 就是一些 我認為是很有洞察力的 可以分享的內容 只有三句話 但我老師要求的 上台需要講二十分鐘的報告 我還是可以把他幾成二十分鐘 我們辦得到 透過各種簡報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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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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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豐富的動畫之類的 我還是可以講得好像口莫橫飛 好像我們做很多insight一樣 但是當你在走出學校那個教室的時候 沒有分數在打量的時候 都是人要不要付錢付給你 或是我要不要支持你那種很實質利益關係的時候 你有三句話的insight就是三句話 所以說白的大學生有的能力真的很少 你要實作才知道 第一個沒有能力 第二個你沒有眼界 怎麼樣講教會沒有眼界呢 為什麼很多大學生創業 老實說我們也是啊 大人生創業很多都會focus在大學為受眾 希望我們開始也是賣給大學生 因為我們眼界老實講就是在這邊 所以說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認為均衡這個問題需要解決 所以我們想到直接賣飯盒給你 希望可以直接這樣影響你 但是不一定要 國外我們聽到有個團隊 他做的事是我賣營養棒 我這個營養棒你只要吃下去 你一天所有營養就吃到了 就在我的眼界裡怎麼看到 我想說有這種科技有天哪 怎麼可能辦得到這種事 有人做得到 甚至矽骨有人覺得打針 就可以讓你一切都不用吃飯 但我先不管是可行性 有它的可行它做出來了 它真的做出來了 不管它到底有沒有價值 然後它這件事到底對你好不好 但是他們看得到這件事 或他們認為用平台的方式 可以嫁接起你跟那些健康的店家 或本來就已經做很多很健康的飲食了 我根本不用再做便當給你吃 我能夠把你們媒合過去就好了 這種事情我可能在學生 可能我現在 因為我做了九個月 我有看到了 但一開始你在學生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去弄ID了 你覺得你吃不到健康的飲食 我給你吃嘛 所以你眼界是這樣還是不夠 最後一個東西是資源 這是最現實的 第一個我沒有錢 第二個我沒有人脈 第三個有技術 除非第一個 你爸是郭台銘 你爸是XXX 那好 你有資源 人脈你沒有 沒關係你爸也有 但資源上 基本上一般的人都沒有 所以事實上在資源上 學生也是超少 哇 超笨的 你看完了 怎麼辦 學生創業感 快沒救了 資源上這三個都沒有 那你還是怎麼創業 我們還是有一些優勢的 好不好 有優勢呢 是三個 第一個是 你有身份 什麼身份 學生的身份 非常值錢的 說老實話 學生的身份 讓你走到很多地方 你可以說你被憐憫 但是這是你的價值 憐憫的一個 另外一個意思是說 別人願意教你 當你走出學校的這個地方 你只要一進社會 就算你是職場新鮮的 第一個月也沒有人會憐憫你 因為你現在就是跟我一樣 都是員工 憑什麼我要憐憫你 我也在拿薪水 你也在拿薪水 但我現在是學生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他願意教你 現在問題就只在 你要願不願意問 所以這身份是很值錢的 另外一個是有後路 怎麼叫有後路呢 這也是相對值 當你是一個學生的時候 現在好 我就是 完全fuck up 完全回了 我整個創業失敗了 你本來也只有花多少錢 30萬 20萬 5萬 蹲進去 以人生為主上只有很多嗎 但如果現在35歲 你現在有兩個小孩 你有家庭 你有爸爸媽媽要養 你還有後路可以退嗎 你創業失敗 拜拜 你就壓力了 然後你看每天 走出門你要想的就是錢 但我不用 我們只要想學分就好 你看 可能學分跟錢都一樣難振 但最後一個還有很多價值的 就是你的勇氣 就是學生有的東西就是勇氣 就是你出生自獨不畏服 這件事真的是會發生的 就是你覺得 你可能一直在失敗 但是你就會覺得 沒關係嘛 我學校裡面常常被盪 這種事代不算什麼 沒有我沒有被盪 但是我會說 你有很大的勇氣 可以去面臨很多的挑戰 因為除了當然就是來自於你的身份 也來自於你有後路這件事 所以你是有勇氣的 所以你要對自己有自信 好 就是你擁有的東西 好 今天要最後一個part 這種時間快不夠 但我也快講完了 就是呢 如果 聽完這些東西 聽到哇 很沒救完 但你有三個東西沒有 但是你還是覺得 你跟我一樣想要改變世界一些事情 你想要成為創業家 那我會給你四句話 能夠做的 第一個是多問 真的一直問就對了 而且 多問 現在下標 哇 自己比較小 後面可不可以看半天 我念給你聽 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你的老師 就是說 一開始我在創業的時候 曾經會這樣覺得 就是覺得說 喔 欸 我現在做得不錯 那些學弟妹妹 那些都是一些 就是一些感覺 都還在學校 應該又有點笨 之類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你的老師 就算他是國中生 他也可以用不同的見解 告訴你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叫多問 第二個是 作業不如其而行 這是很重要 創業不是商業競賽 也不是商壞報告 就像我剛才說的 三句話就是三句話 但你怎麼樣 能夠讓三句話變成五句話音 才你懂得更多自己下去做 你之後把你的手弄髒了 你才真的知道 這個世界是像什麼樣子 你才知道原來 大家好像嘴巴說很支持農業 但是真的要掏錢的時候 他一毛錢都不想掏 這時候你才知道 你才知道你要提供它更多價值 這些東西都是你做了之後才知道 不管是教育 不管是等等 都是做了之後你才會發現 然後第三個是 先認識自己 我覺得這很重要 創業這件事就是 他聽起來真的很厲害 但你要先想你到底為什麼要創業 這很重要 你想要什麼 你想要賺大錢嗎 那會不會你去玩金融 你會賺錢 你想要幹嘛 你想要改變世界嗎 會不會你平常NGU 它們反而就很大 它可能更有影響力 或是你甚至重振 說不定更有影響力 或者是說 你想要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還說你不想被人管 你想要成為BOSS 那你可以成為一個自由接應者 這也是一個 所以有很多方式 創業只是一個聽起來很厲害的東西 但它不一定比較好 不要希望你自己想要什麼 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好 最後一句話 就是 那如果你真的做了 請你記得你不要後悔 因為成功這件事 它的定義是很廣泛的 所謂的成功 到底是你賺到錢嗎 還是你改變了某些人 還是你讓自己變得更有能力了 或者是你 當你能夠回頭看你的日記的時候 你 我不選日記 你回頭可以看 你可以回頭看你任何的 能夠記錄你人生的東西的時候 你覺得你是豐富的 這都是成功的一種 所以說任何事情 都在你的未來會成為一場課 就像我剛才說的 系列學會等等 聽起來很沒用 你未來也會成為一個一場課 你創業就算失敗了 你賠了一點錢 你未來它也會產生任何的影響力 可能你在做的這些事情 認識了一些人 你在做的這些事情 碰到一些東西 它都可以成為你的生活中的養分 所以做了創業 或是你做了任何一個題目 NGO 都記得不要後悔 好 那簡單的講 就到這邊 然後如果你們未來有機會 如果喜歡飯來跟大家努力 大家可以吃看看喜歡飯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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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時候跟我講他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在想